罗马书第五章 我们既因信德成义,便是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了。 借着耶稣,我们得因信德进入了现今所站立的这恩宠中, 并因希望分享天主的光荣而欢悦。 不但如此,我们连在磨难中也欢悦, 因为我们知道,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恋,老恋生妄德, 妄德不叫人蒙羞,因为天主的爱借着所赐予我们的圣神, 已倾注在我们心中了。 当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指定的时期为不前进的人死了。 为一人死是罕有的事, 为善人或许又敢死的, 但是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 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我们。 现在,我们既因他的血而成义, 我们更要借着他脱免天主的义怒, 因为,假如我们还在为仇敌的时候, 因着他圣子的死得与天主和好了, 那么在和好之后, 我们一定更要因着他的生命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们现今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获得了和好, 也必借着他而欢悦于天主。 故此, 就如罪恶借着一人进入了世界, 死亡借着罪恶也进入了世界, 这样死亡就殃及了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诚意也是如此, 没有法律之前, 罪恶已经在世界上, 但因没有法律, 罪恶本不应算为罪恶。 但从亚当起, 直到梅瑟, 死亡却做了王, 连那些没有像亚当一样违法犯罪的人, 也属他全下。 这亚当也是那未来亚当的预想, 但恩宠绝不是过犯所能比的, 因为如果因一人的过犯, 大众都死了, 那么天主的恩宠和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宠所施予的恩惠, 更要丰富地洋溢到大众身上。 这恩惠的效果, 也不是那因一人犯罪的结果所能比的, 因为审判固然是由于一人的过犯而来, 被判定罪, 但恩赐却使人在犯了许多过犯之后, 获得诚意。 如果因一人的过犯, 死亡就因那一人做了王, 那么那些丰富地蒙受了恩宠和正义恩惠的人, 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为王了。 这样看来, 就如因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了罪, 同样也因一人的正义行为, 众人也都获得了正义和生命。 正如因一人的悖逆, 大众都成了罪人, 同样因一人的服从, 大众都成了义人。 法律本是后加的, 是为增多过犯, 但是罪恶在哪里越多, 恩宠在哪里也越格外丰富, 以致罪恶怎样借死亡为王, 恩宠也怎样借正义而为王, 是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获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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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